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久久不见 久久见 久久见过还想见 这里是海南白沙 大家好 打通亚运 晋舞白沙 这里是海南白沙 梨族自治县 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 由国家体育总局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办 由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 与河南卫视联合承办 由武立峰海南传媒有限公司 协伴的杭州亚运会 武术散打项目选拔赛的现场 武立峰栏目 由三千年传承的奉香 中国红 红西凤独家冠名 首先我们欢迎 所有的裁判员出场 我向大家来介绍 所有的裁判员 总裁判长 杜建军 国际级 裁判长 傅乃斌 国际级 裁判员 腾飞 国际级 徐海龙 国家级 赵旭 国家级 豆林 国家级 陈竹 国家级 李东民 国家级 谢传施 国家级 鲁新奇 国家级 王菊 国家级 我们欢迎各位裁判 场下落座 大家最近不断地 在感受着 我们武术散打项目的 这项运动的魅力 大家看到 在这个赛场之上 不仅仅运动员 打得特别的帅气 而且每一个人 都是彬彬有礼 对手之间一见面 或者对教练员 对裁判员 以及对主持人 都是事与抱拳礼 左掌为文 右拳为武 文武兼修 也是非常的谦虚 好学 这就是我们中华 传统武术文化的 博大精神之魅力 好 我们今天 首先要进行的 一场赛事 是一场新秀赛 南方选手 是来自陕西的李叶林 他曾经获得了 2018年 全国三大冠军赛的 第五名 来吧 我们掌声 欢迎他 我们掌声 我亘得了 我尔子 一个人 攻击 这一上场就透着一种兴奋劲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河北的王龙 他曾经在2017年获得了全国青少年三打锦标赛的季军 我们掌声欢迎他 新秀赛的选手既是御师的青春 同时也是未来的力量 所以说呢更需要大家的鼓励和热情 好吧 那现在我们的比赛就正式 这一场场上裁判 恒飞国际级 本次选拔赛为了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裁判员均由运动员临场抽签决定 进去 准备 看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国家武术散打队 第二次选拔赛的决赛 我是本次的解说主持人南巡 那今天很有幸啊 跟我们国家武术散打总教练宅寿涛老师一起解说 你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们大家好 这些是国家队的一些新秀的运动员 那么这次有机会运动 我觉得刚才一个运动员运用一个腿法 我觉得他是非常漂亮 刚刚停了一下是为什么呢 他们现在这个参加的选手是 红方选手来自河北 名叫王楼 刚才这个南方用了一个推类的战术 就是红方下台 然后南方就得了两分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散打和自由搏击规则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个下类 下类的话就是对方得两分 对 一局当中要出现两次下类 这一局将出现一个胜利 直接就是结束比赛了 对对对 第一局结束比赛 那我们的南方选手呢 是来自陕西的李叶林 今年二十六二十四岁了 也是获得2018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的第五名 对因为这个南方这个运动员还是比较年轻的 他从场上的比赛来看 南方的技术还是可以 刚才南方用了一个接腿摔的动作 把腿法摔倒 那么这样南方就变得来了 在这个武术散打的擂台上 可能这个接腿摔是不是经常来用 对 因为他有腿法 这样就是一个也算一个克制的技术 那么对方在起腿的情况下 可以接他腿然后也是接腿 这是最后一个课程 而且是可以连续摔打的 对对对 那一会就要向这个宅教练请教一下 可能是在跟我们WIF自由搏击比赛规则当中 有一所不同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就是戒腿摔 那我们在比赛规则当中只能一次 不能连续戒腿摔 那在这个我们亚运会 武术散打比赛当中 这个规则是不一样的 你反倒是摔倒的越多 你得分越高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他是一种得分的技术 也是一个克制对方腿法的一种技术 可能这个因为我们的自由搏击 可能就有些区别 有些区别对不对 我们散打比赛到这些时候 我们的自由搏击比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您也说到了 这跟我们这个自由搏击比赛规则 还是有所不同的地方 那可能咱们用的拳不是特别多 但是用爆摔我觉得还蛮多的 对对对 这就是因为有个 它这个规则上的规定 可以先会倒地 也可以倒地 那么这样就是 运动员可能在这种卢爆的情况下 就是做摔法比较多一些 那如果两位都同时倒地了 那怎么算 那就互不得分同时倒地 那同时下台也是这样的 对同时下台 主要是下台两人互相身体没有完全脱开 那么这就属于这种不算下台一项 哎呦差一点点 刚才南方又用了一个推肋的战术在上面 嗯 其实这个推肋是不是也有一定技巧的 也有一种技巧 你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也是针对这个推肋有一定训练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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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的技术训练对 哦能不能通过 找机会啊 哈哈哈哈 现在也有时候它借力发力 或者说一种闪衰的情况 把对方推下擂台在上面 哦 当然这个擂台的下面这个擂台 是因为它是软的那个垫子啊 昨天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就是下擂的这个擂台 这个时候正好崴着脚了 有没有这样因此受伤的 就本来其实比分还没有拉开的情况下 就结束比赛了 也有这种情况 昨天一个女队员就出现了这样 对对对 但是她可能是也是赛前也是有伤 所以老伤可能下队的时候稍微的放松 哦 这样踩在软垫上时 然后又老伤复发吧 嗯 放弃了比赛 哇 刚才对方又 虹花用了一个转身的负本队 嗯 第二句你开箭手 第二局比赛结束了 呃 我们这个比赛规则呢 第二局 蓝方胜 但是我们是三局两胜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呃 刚才的比分 蓝方两局获胜 就已经直接结束比赛了 对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跟我们自由博击比赛规则有所区别了哈 自由博击比赛就打满三局 对 但是这个好像有点悬念就打一千两局就直接去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三打项目的选拔赛 由三千年传承的凤江 有请来自湖南的 对对 supporters 接下来我们欢迎 荒荒选手来自山东的 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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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公斤级内部对抗赛 现在开始 国际级 中国国家武术散打队内部对抗赛 我是本场解说 今天一起跟我搭档解说的是 中国国家武术散打队总教练 翟涛老师 欢迎翟教练 这场比赛真的有看透了 很少能见到这么大级别的 全球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90公斤级 同样也是来自山东队的 冯瑞是红方选手 蓝方选手是来自湖南的王振宇 今年才21岁 大级别的比赛很有看点 但是危险系数也很高 你看这个高操 我觉得这个力度很大 原来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 他们不轻易出招 但一出招就给对手造成一个致命的伤害 像这种大级别的训练 我们平时有什么针对性的 一个更好的训练吗 大级别肯定还是在一些 这种重创的这种情况下 练得比较多一些 所以他们的力度就比较大了 我们看这两个现在还是实力相当 有来有往 但是看来他们都是在试探对方更多一点 是害怕拳太重 伤到对方 伤到自己 对方又开始了 开始了 这个蓝方选手啊 来自山东 今年二十六岁了 冯锐 曾经呢 也在武林峰的擂台上 打了一场比赛 跟我们这个大级别的刘策 来自东北的刘策 有了一场比赛 您还有意见 其实我们之前也说到过 无数散打这个比赛规则 和武林峰的自由搏击比赛规则 还是有所不同的 对对对 那像散打戏的转路自由搏击 这样的一个时间快吗 您觉得 觉得他主要是 应该还是挺快的 他主要是把节度把握好 各方面我觉得还是应该挺快的 对看一下这个运动员 他的一个适应度吧 对对对 因为咱们这个 像咱们三打就是三局两胜 所以节度都比较快 五方胜 两两胜 有点的 其实来自山东的冯锐呢 在2018年的时候拿到我们全国五智三的锦标赛的冠军了 对对对 今年26岁了 就是年龄应该是正当大是不是 对对 是正当年 您在山东队的时候有见过这些运动员他们的身影吗 见过接过我也带过 带过他们 感觉怎么样 应该我觉得还是挺不错 现在进入到国家队有进步吗 进步还挺大的 哇 这一拳真的很重 对 刚才他等他一腿 等到把他等到 哦 所以这种大级别的很容易造成那种KO剃口 或者是多秒 对对 如果自己防护不好就很可能就会虽然踢队一三拳 两位打得很谨慎啊 对对对 都要加强头部的防护 哦 那同样呢 那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是没有90公斤级的这些精力 对对没有 但是呢我们市锦赛 亚锦赛 也都有 对对对 所以现在也在储备人才哈 大级别的毕竟 呃现在国内还是很少 对对 嗯 就是说练的挺多 但是说真正条件好的不多 对对对 哎 哎 小心哎 运动员站到这个黄线外边我就 对对对 就为他们捏把汗 哈哈哈 本身这个线就是一个警戒线 对警戒线 黄色警示线哈 但是呢 嗯 就是巧妙的运动员都一出这个线 马上就转 对他就转滑了就过了 就好像我们在这种围层上都快到了 就好像我们在这种围层上都快到了 在绳甲上的时候然后 还会变动 对 刚才他用那个借腿摔把对方摔倒 我这这一倒我感觉地动山摇 对对 其中比较大的伤 对对对 比较大哈 我们也离得比较近 所以听起来动动令声 对 哇 对 很轻松啊 我看我们那个翟教练 就很认真的在看自己的业练在比赛 呃 来说山东的这个冯瑞啊 打得非常棒啊 不错不错 是 红方胜 虽然这一次比赛不是我们这个亚运会 预选赛的比赛 对 但是呢 相信他们有了这一次一次的机会啊 有了这种这个擂台很大赛的机会 能够站在市井赛或者亚紧赛的擂台上 为国争光 对 是一种锻炼 对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红方胜 祝贺孩子山东的冯瑞 谢谢来自能够打的帮助赛 其实我也打五零锋 登上过自由搏击的擂台 五零锋有一个大级别人总员叫刘策 打得挺好 我也跟他打过 我也把他给打了去了 也是打满三局 所以还是比较喜欢登上自由搏击的擂台的 我感觉还是自由搏击打得比较很差淋漓一点 第一次参加五零锋也很开心也很兴奋 所以说我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五零锋 公布海外行 共众中国梦 柬埔寨国家奥委会盛行邀请 武林峰携手柬埔寨龙海搏击 百类世界文化遗产 吴歌空 超级王者魏锐领衔 持名中国勇士跨越空中四路 一场柬埔寨史无前例的武林盛会 一次中国功夫 与高绵权的铿锵碰撞 吴歌王者之战 武林峰终渐对抗赛 6月4日起 每周六21点10分 河南卫视武林峰三期联播 是河南卫视弘扬中华武术文化的品牌节目 本次通过河南广电与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强强联合 也必将推动中国武术散打项目在宣传和推广方面的工作 下面一场65公斤级的比赛 对阵的双方 蓝方选手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李超鹏 曾经获得了2018年全国青少年散打锦标赛的第二名 红方选手来自吉林的许志伟 2018年全国青少年散打锦标赛的第三名 首先欢迎蓝方选手来自郑大体育院的李超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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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自吉林的许志 gall 智慧 65公斤级内部对抗赛 现在开始 转身 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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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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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是60公斤级的女子的新秀赛 洪方选手是来自湖北的曾英葵 今年24岁了 南方选手是来自福建的吴新岳 今年18岁 对 应该非常小 刚才洪方用了一个摔法 加进摔 然后将南方摔倒 这样洪方得一分 倒地在先者就不得分 对 后倒地者得一分 然后运动原来南方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 是打过全国青少年比赛 这个 这个 洪方运动员呢 是打过全运会 有个大赛经验 相对的说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此次通过这个武林峰的转播呢 是想让我们全国观众朋友了解到 这个咱们中华文化武术精神啊 就是中国散打的魅力 对 很多宝贝可能看到的都是自由搏剑才对 对 对对对 很很少见到这个武术散打类的这些比赛经济的规则 那他们都是国家队的精英 通过这样的比赛呢 呃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去治自己 对 刚才后方又用了一个摔法 将南方摔的 南方的这种防摔能力还是比较差 嗯 而且下来有了有了 好样子啊 很好 现在比分 激进打平了哈 对 其实也是 算咱们这个国家队当中的一个内测 对对 因为毕竟来到海南白沙 集训了有100多天了 马上就要结束比赛 对对对 马上就要结束集训了 所以对他们其实也是自我检测 嗯 这个检验自己前期训练的一个水平怎么样 对 虽然这些选手没有跟上我们这个亚运会预选赛的擂台 对 但是每一次这个大赛的机会呢 他们都非常的珍惜 我相信呢 他们也会通过比赛积累自己的经验 对 将来呢 能够站到更高更高的预选赛上比赛 对 嗯 再来一顿 再来一顿 还输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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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运动员还 南方运动员取胜了 刚才南方运动员用了几个腿法得分还得得比较明显 嗯 南方运动员那个腿法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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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三 二 好 可以 第二局开始了 好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他们的比赛都非常的感慨 对 对 因为他们有可能即将要站到更高更大的国际赛场上去征战了 去为国争光了 俗话说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和平的生活 从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到百年奥运梦想成真 这个历史就肇事了我们体育从来都是国运相连的 刚才蓝花这时候越打越猛了 对 越打越猛了 起劲了已经 对对 有感觉了 这个比赛赛场这个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运动员他可能受伤啊 所以训练呀或者是比赛呀停止个几个月 他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训练 俗话说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 所以你每一天的训练啊 可能一天别人说一天不练 自己知道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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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两下 两下 来操作一分 看 这红方腿法稍微少一些 老想去爆摔别人 所以他在一些得分上就不如蓝方 蓝方加上一些防摔 腿法得分也比较多 接住了 哇 刚刚这两下我觉得还是 打得很清晰的 比较明显的 而且很连贯 对 三打就这样 打到有缺的部位比较明显 他就会给你上分 有的运动员可能打的分数 打的可以比较多 但是打的圈比较多 可能不明显 位置不清晰 可能就没有分数了 我们的蓝方选手 吴欣悦啊 刚刚一直在听见他喊 台下训练的时候肯定也是很活泼 对对 刚才他用红防用吹泪的时候带上台了 双方下泪都是多的分的 对 想用的动作用一用 哇 很快啊 因为我们无数散打比赛规则是 每回合 两分钟 两分钟 对 两分钟 哈哈 这个倒地姿势我发现 至于女生就是体力 可能就是跟男生相比是不一样的 对 特别是有一些年轻的一些运动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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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蓝方舍 祝贺福建吴馨月 感谢来自湖北的曾英辉 谢谢 谢谢两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福建的吴馨月 今年18周岁 是国家散打队最小的一名成员 我觉得这是比赛对我来说 进步很大 从我这是第四次上场 到现在为止 唯一是已 虽然说很艰辛 这个过程很艰辛 可能作为新秀 我会觉得说 自己打不过老队员 对我来说很正常 不 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新秀就应该有新秀的魅力 就应该有勇气 为什么新的打不过老的呢 长江后浪推险了 如果有一天 散打能走进奥运会 我一定要为中国 拿下第一块奥运会金牌 我 比赛 海外行 共众中国梦 柬埔寨国家奥委会盛情邀请 武林峰携手柬埔寨龙海搏击 百类世界文化遗产 吴歌哭 超级王者魏锐领衔 持名中国勇士 跨越空中四路 一场柬埔寨史无前例的武林盛会 一次中国功夫 与高棉拳的铿锵碰撞 吴歌王者之战 武林峰终见对抗赛 六月四日起 每周六二十一点十分 河南卫视 武林峰三期联播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海南白沙 国家体训练南方基地 由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中国红 红旗凤 独家冠名的武林峰 杭州亚运会 武术散打项目 选拔赛的现场 好 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 同样的是一场 国家武术三打队的 内部对抗赛 是7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 蓝方选手来自福建的 贤博文 曾经获得了第十四届 全运会第三名 红方选手 山东的刘晓坤 2019年全国武术 三打锦标赛的第三名 首先我们欢迎蓝方选手 来自福建的贤博文 可留协议 别人 少了 哥 似乎 差不多 不 张晓昆 75公斤级内部对抗赛 现在开始 马克 멋있了 还挎得了 马克维度 声音樂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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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武术散打队 我是本场解说南巡 今天一起跟我搭档解说的是 中国国家武术散打队总教练 翟寿涛老师 欢迎翟教练 大家好 那场上现在进行的是 男子75公斤级的新秀赛 红方选手是来自山东的刘晓坤 蓝方选手是来自福建的贤博文 那其实这两位 刚开始是怎么回事 户具没有带好 户具有点松了 户头有点松了 所以没场比赛 咱们的户具还是要带好了 这是更好的保护自己 这个下累了 下累就要对方计两分 刚刚进行完的这个预选赛 如果说中间有受伤的运动员 真的很可惜 可能第二轮就终止了比赛 就没有进行了最后的决赛 这种项目 对抗情项目非常的 他不像咱们自由波及 武林风的自由 他就一场比赛 他这是单败淘汰 可能要打到最后 可能要打三场到四场比赛 所以说他们这些选手 现在进行的这些新秀赛是没有进入到咱们今天第19届亚运会预选赛的当中的选手 对因为这些有些大级别运动员当时是国家队当时挑了一些有点技术的运动员来给这些稍微级别小的运动员当当陪练 因为国外的运动员有些力量比较大 对 所以说咱们就是找一些体重比较大的运动员来给当陪练一下 所以目前亚运会的擂台上还没有设置75公斤级的这个 75是有的 有的没有 咱们国家没报 咱们国家没有报 对对对 因为咱们亚运会的规程还有规定 一共有这几个级别只能不能报满 不能报满 对对对 就是有52公斤级的女子 对 还有60公斤的女子 对 还有男子的56公斤级 还有60公斤级 65公斤级 以及70公斤级 那么他运动员会上还设了个75 但是咱们不能报满 就75咱们没报 没报 没关系 我相信啊 未来有一天咱一定能报上的 现在这个对抗赛 其实就是为了未来 选这些优秀的 一些种的选手 对 国家队也是这样 有些大级别的 它有市井赛和亚井赛 那么他们也是 有一些备战的这种情况 大家也会怕 有些少许的 大家可能会怕 有些少许的 整个人 真的不得 大家可能会怕 有些少许之 得及 一些老公斤级的 不要太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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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这次机会 正好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训练结果 检验一下 然后我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大家更多的人去认识我 打好每一场比赛 加油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海南白沙国家体训练南方基地 杭州亚运会武术散打项目 选拔赛的现场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国家武术散打队的一场 80公斤级的内部对抗赛 对阵的双方 蓝方选手来自江苏的袁旭 曾经获得了第14届全运会第二名 红方选手来自山东的高明杰 2018年世界青少年 武术散打锦标赛的第一名获得者 欢迎蓝方选手来自江苏的袁旭 高明杰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红方选手 我们欢迎来自山东的高明杰 现在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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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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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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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國際級 第一 預備開始 第一局比賽開始 我們現在看到擂台上次進行的是 男子60公斤級的新秀賽 紅方選手來自重慶 桃淵 銀科 男子很有歌曲 藍方選手來自河北 今年22歲 名叫王龍 兩位都很年輕 一位20歲 二十二歲 他們也都拿到過這個 全國青少年 三打錦標賽的這個名次 一個是第五名 一個是第三名 這次國家隊有一部分運動員 都是一些拿過青少年比賽的 好成績的運動員 國家隊現在一個踢隊建設 他們雖然沒有進入到 我們亞運會 第十九屆亞運會 國家武術三打錦標賽 第三次預選賽 的預選賽當中 但是呢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大賽的 經驗和機會 相信他們一定會非常的珍惜 同時這也是我們國家隊 武術三打隊的一個 內部的對抗法 對 對 也是一個檢驗 他們訓練的一個 前期訓練的情況 嗯 來這已經一百多天了 對 所以 雖然來到了海南白沙 也沒有看到大海 對 對 這個結束集訓之後 一定要帶我們的學員們 去看一下大海 好不好 你看啊 這個是60公斤級的 剛才藍方學用了一個 接腿的摔倒 直接摔倒了 所以60公斤級和剛才看到的 90公斤級 真是區別很大 優勢勝利了 哦 他這樣就是 結束比賽 對 結束比賽 嗯 那本場比賽就是 嗯 整個 整個全球 對 哦 直接結束比賽了 對 所以本場比賽是 他的優勢他12分 然後就整個優勢就結束比賽 哦 相當於一個棄權嗎 不是棄權 但是 是裁判判定 對 裁判判定 就是裁判員 幾個裁判員打 他優勢12分 嗯 然後他就取勝了 哦 現在宣布比賽結果 比賽結果 藍方優勢獲勝 祝賀藍方 祝賀來自河北的王龍 也感謝來自重慶的桃園 迎科 我也打他 他總喜歡 反擊我中邊腿 然後我就 抓住這一線 然後用摔法 用三打中的摔法 然後就這樣 有條勝利了 感覺實力跟我有點差距 然後 也沒有留下 就是沒有留餘地 對 上去就全力以赴 自己原來是練武術套路的 對 然後練過一段時間 武術套路以後 然後轉到三打 對 還是喜歡三打 這些項目比較難忍 然後還是熱愛這些東西的 然後回去繼續加強訓練 然後爭取為大家呈現出更好的比賽 公布海外行 共眾中國夢 柬埔寨國家奧委會盛情邀請 武林峰携手柬埔寨龍海搏擊 百類世界文化遺產 吳哥哭 超級王者魏銳領銜 實名中國勇士 跨越空中四路 一場柬埔寨史無前例的武林盛會 一次中國功夫 與高棉拳的鋼槍碰撞 吳哥王者之戰 武林峰中間對抗賽 六月四日起 每周六二十一點十分 河南衛視武林峰三期聯播 河南衛視文化中國